作者 第一财经 10月1日晚 伊朗从其领土向以色列共发射超过180枚弹道导弹 一时间火球划过多个中东国家和地区的夜空 地区民众担忧紧张局势持续升级 据新华社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 大部分来袭导弹被以色列和美国领导的防御联盟拦截 少量导弹击中以色列中部 还有一些击中以色列南部 对此 以色列扬言报复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纽松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以色列在打击伊朗的时机和方式上保持着主动性 但与伊朗爆发全面战争在目前看来并不符合以色列的现实利益 当前以色列战事的重心仍在南北边境地带 他进一步分析道 伊朗在发动袭击前对外公开发出了信号 这说明其不愿升级对抗的意图 伊朗一次性袭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日发表声明说 对以色列的导弹攻击是为了回应哈马斯领导人罕尼亚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 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将领尼尔弗鲁上的迅滥 伊朗在攻击中首次使用了法塔赫高超音速导弹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洋一日表示 伊朗的导弹袭击是对以色列侵略的果断回应 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坚决抵抗任何威胁 他同时表示这只是我们力量的一部分 不要与伊朗发生冲突 伊朗同时还对以色列的盟友予以警告 表示如果美国等以色列盟友帮助一方报复 其在中东地区的驻军和利益将受到一方猛烈打击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声明表示 伊朗无意与以色列开战但会行使自卫权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 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除非以色列决定采取进一步报复行动 如果以方采取报复行动 伊朗的反应将会更加猛烈和有力 伊朗主动表示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这与今年4月伊朗首次从本土 直接向以色列发动攻击的历程相似 表明这是一次性攻击不谋求冲突升级 4月14日伊朗在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后发表了声明 称无人机等将在数小时内抵达 给予了预警 而此后伊朗又通过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 攻击可以被视为已经结束 不过此次攻击比4月份的攻击规模略大 相比此次的约180枚弹道导弹 4月的规模是110枚弹道导弹和30枚巡航导弹 纽松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以色列当前不断加大自身对于哈马斯的反击力度 对于积极应援哈马斯的黎巴嫩真主党 也前所未有的加大了打击力度 特别是针对这些组织的领导人的连环斩首行动 令伊朗备受压力 他进一步分析道 伊朗作为抵抗之湖的核心 不可能在此时无动于衷 必须对以色列有所表示 否则将极大动摇抵抗之湖内部的团结和伊朗的声望 抵抗之湖又称抵抗轴心是以伊朗为核心 以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 也门胡塞武装和哈马斯为主要成员的地区政治和军事力量 以色列的回应 以色列军队一日开始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 进行有限、局部和有针对性的地面打击 同日晚 伊朗就向以色列境内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导弹袭袭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回应称 伊朗犯了一个大错 将为此付出代价 同时 有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 以色列将在数日内对伊朗实施重大报复 可能打击伊朗境内的油田和其他战略要地 报道说 如果伊朗在以色列采取报复行动后再次袭击以色列 以方将考虑所有选项 包括打击伊朗的核设施 不过美国总统拜登二日表示 美国不支持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核设施 作为报复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的一部分 美方将就以色列采取何种报复措施 与以方进行沟通 在以色列威胁将伊朗核设施作为攻击目标后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二日说 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应对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的准备 在4月 伊朗向以色列发动攻击后 以色列在5日后的4月19日向伊朗发起报复 伊斯法罕国际机场和伊朗谢卡里空军基地等地点受到影响 但没有攻击伊朗的核设施 以色列攻击范围不大 双方未形成直接对抗的态势 纽松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 一直处在长期的博弈与对抗之中 双方即便偶有擦枪走火的事件 并产生表演是军事对抗 但是双方之间维持以间接性对抗为主的斗争方式的逻辑 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